作词曲 李宗盛 西方阙子 这位同修 其网络前的同修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八十页 那么我们上一次 学习到这个世上德约 头记突当知足 念无常 断爱欲 南无阿弥陀 念念恒相续 上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 那么这个一段 我们再复习复习 这是对上德的开示 那么头记突 这个是对上德讲 如同出家众 都剃个光头 那么佛在世的时候 在经典我们可以看到 欠这个出家的弟子 常常摸摸头 摸这个头是做什么用意呢 就是要知足 特别佛在仪教经 仪教经里面 主要针对出家弟子的开示 就是要少遇知足 那么当然在家弟子 也是要知足常乐 一个人能够知足 的确佛在这个世间 他是很快乐的 不管有钱没有钱 甚至贫穷向人讨换 只要他能知足 没有欲望 他也过得很自在 这个我们在儒家 孔老夫子弟子当中 言回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言回根据这些书上的记载 那么他家庭经济非常不好 在当时可以说很贫穷 非常贫穷 连咬水的这个器具都买不起 吃饭的这个餐具也都买不起 都用竹子去编 非常非常简陋简单 那么住的地方也不好 那个条件非常差 那么一般人看到他这种生活环境 人不堪其忧 鬼也不改其乐 一般人看到 都会很忧愁的 但是圆回他 却过得非常快乐 虽然物质生活非常缺乏 但是精神生活非常充实 从这个地方啊 我们就知道啊 精神生活更为重要 物质生活有钱有财富 不见得快乐 那么经济比较差的 他如果能知足 他就能常乐 那这是 古来圣贤佛菩萨 视线给我们看 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 出家修苦行 成道之后呢 物质生活可以说过得最低限度 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 三一一波 日中一时 树下一休 一个波 吃饭 去向人讨饭 那么我们在中国社会啊 对这个乞丐 大家都知道 乞丐是最贫贱的 最没有财富 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地位 向人要饭 向人要饭 那佛当年是现在世间啊 出家在生团里面啊 带着弟子天天去要饭 去脱波 那么住的地方啊 住树下 连个房子都没有 现在说还有搭个帐篷 连个帐篷也没有 住在树下 一棵树 树一个晚上 一天啊 吃一餐 三件衣服 其他什么都没有 三衣一波 日中一时 树下一休 那么佛的福报啊 是最圆满最大的 那为什么做这样的视线呢 也是做个榜样啊 给我们众生来学习 你看佛啊 他的物质生活可以说 比一般乞丐还差啦 一般的乞丐呢 可能 还有多一点 比一般乞丐还少 一般乞丐啊 还有个破房子可以住 连个房子都没有 住树下 但是呢 佛与这些弟子啊 这些出家弟子啊 物质生活降到最低水平啊 但是精神生活非常充实啊 非常快乐啊 可以说快乐无比啊 啊得到啊 大自在大解脱大安乐啊 啊无忧无力 没有牵挂 没有烦恼 啊所以 佛啊 我们世间人看啊 哎呀过那种日子怎么过呢 但是呢他过得非常自在 非常快乐 啊 我们一般人啊 想象不到的 啊也不知道啊 他们 真实的享受啊 这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啊 方东美教授 欠他学佛啊 说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那么从佛陀示现的这种 情况来看 那么学佛最高的享受呢 并不在物质生活 而是在精神生活 他没有烦恼 就是最高的享受 我们世间人啊 我们世间人啊 包括出家人啊 有庄严的道场 有途中啊 在家居士啊 有事业啊 有家亲建属 未必已过得快乐 实在讲啊 有烦恼就没有快乐 心啊 贪嗔痴慢 这些烦恼 有这些烦恼在 钱再多也不快乐 地位再高也没安全感 犯得犯失 忧虑牵挂的事情啊 太多了 这是 无法跟真正一个修行人来相比的 念无常断爱欲 这是我们学佛 世众弟子 大家都要常常念无常 如果我们没有时时刻刻提起这个无常观啊 我们对这个世间真的是放不下 所以佛门晚课啊 都要念浦弦颈重祭 我们活期期间啊 也每一天晚上都有念这首祭 那么这首祭念了之后啊 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啊提起 观照 时时刻刻刻提起啊 人生无常 世间无常 人命无常 常常念这一个 这个念就是观念啊 你的心念啊 常常观察 我们现前啊 我们现前啊 这个世间 一切都是无常的 佛在大神经给我们讲啊 刹那变化 我们敬老和尚最近讲大经科著 常常引用《华言经》 释迦摩尼佛问弥勒菩萨 得一段经文 佛问弥勒菩萨呢 一坛词 我们这个词弹一下 一坛词 有几个念头 那么弥勒菩萨回答了 一坛词啊 有三十二亿百千念 三十二亿 乘以百千 就三十二兆 那么有人给老和尚讲啊 一秒钟它可以弹到七次啊 一坛词是三十二亿百千念 就三十二兆 三百二十兆 那么这个乘以七啊 就两千一百兆 次的生灭 那么快 那么那么快啊 我们的确我们感受不到 我们也观察不到 我们也观察不到 不但我们环乎观察不到啊 就二臣全教菩萨 也观察不到 那么明心见性以后的菩萨呢 要第八地 不动地 这样的菩萨呢 他才观察得到 那么快速的生灭念头 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 就用现在近代的啊 以前老式的那个电影啊 半灯片 现在都是用数码啦 数据 半灯片 那么股市的那个电影啊 焦卷 就是一秒钟 一秒钟啊 转二十四张 快速的转动一秒钟二十四张 那么打在萤幕上啊 我们就看在萤幕啊 那些人物啊都在动啊 如果那个机器停下来了 那只有那些焦卷 都静止的 一张一张啊都是独立的 都不动的 那么我们看到动了是 二十四分之一秒 所以他老人家呢 常常用这个来 形容啊 比喻 他说二十四张啊 他是联系的 接着一张接一张 好像画卡通影片那样 一张接一张 那么如果二十三张啊 都把它涂黑黑的 留一张 那么那个 一秒钟啊 一张 转二十四下 转二十四下 那一张我们也看不清楚 啊 就只能看到一道光一闪 也就没有了 那么二十四分之一秒 我们都看不到 你看啊 你看啊 两千一百一秒钟啊 两千一百兆次的生灭 我们怎么会感觉得到呢 感觉不到 那么这讲这个无常啊 生灭啊 它的快速 那刹那在变 你捕捉不住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可以从这个比较粗的啊 比如说佛在小圣经典讲的 就比较粗 粗就是说我们一般啊 感官当中我们感觉得到 感觉得出来 那这个是我们可以体会的 好我们看看这个世间啊 这个世间的人事物 可以说时时刻刻啊 都在变化 那么我们看到 比较明显的呢 已经过了很长时间 实际上啊 是刹那都在变 那么累积一段时间啊 我们一般凡夫啊 就可以感觉到 哦 有变化了 有很大的变化 那么特别啊 这个人命无常啊 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的 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情 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啊 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啊 送别啊 今天告别式 那么去年他的哥哥啊 这个周董啊 98岁 七月十五岁 七月十五往生的 今年啊 他这个弟弟九十岁 今年三月往生 那么他们兄弟啊 可以说在我们世间来讲 算是长寿的啊 九十九十八呢 很重啊 但是呢 还是无常啊 活到一百二十岁呢 还是感觉都很短暂的 那何况啊 现在五六十岁走的也很多 前天我还没有回来啊 一个 台湾啊 一个 以前驾到新加坡的 也曾经当过 我们敬老的护房 后来得了癌症啊 回来台北住 我三月去大陆啊 三月十七号晚上啊 我还去找十八号啊 把那个 来佛二圣永诗集啊 这个书跟光碟送给他看 第二次去看他 第一次啊 他给我讲啊 来日无多啦 我就请他看看这个 啊 念佛啊 求生净土 所以 第二次去看 三月十九 我就到大陆去 上个月啊 好像四月十二号就往生了 那前天啊 我还没有回来啊 做告别事 庄慈师他们去 参加他们那个告别事 所以房前路上无老少 年轻走的也很多 的确啊 人生无常 那么人如果 常常想到无常啊 啊 啊 就 很自然啊 对这个世间 会放下 啊 如果忘记了 又放不下了 啊 人生真的想通了 真的就 会彻底奥向 那么 放不下呢 就是这个无常啊 我们 对这个无常啊 啊 那个 感受 还没有深入 啊 虽然之道无常啊 但是 那个 根啊 不深啊 所以也就 还是 都放不下 啊 所以 印光祖师 他写个死字 写个死 我们念佛人啊 要贴在这里 贴在这里 贴在这里 每天照镜子都看到死 啊 我就要死了 你想那么多 有意义吗 啊 啊 如果人一想到 那这一口气断啦 你在世间 做的再怎么轰轰烈烈 也跟你 都一点关系都没有啦 啊 你有多少钱 多少财富 多少地 就没关系啦 啊 啊 那么想 如果能想到这个无常啊 啊 啊 这个 我看富贵人家呢 他心都 心啊 重了没有 完全凉透 大概凉了一半 以上 啊 那事业做这么大呢 你一口气不来 那跟你都没关系啦 啊 你想他的意义在哪里 他的价值在哪里呢 想到这里啊 真的 毫无意义 啊 啊 所以有一些比较有智慧的人啊 啊 不为自己 为社会大众 啊 佛啊 劝我们啊 为众生 不要为自己 啊 不为自己啊 我们随时走 什么时候走 都可以 因为不是为我嘛 啊 跟我就没关系 是为众生 为大家 啊 那么如果为自己啊 有一念为自己想 那就很痛苦了 啊 你就会执着了 啊 啊 一切为众生 啊 事情能做得成 众生有福报 做不成啊 众生 福报还不具足 啊 等到 以后啊 福报继组啊 自然啊 能做得成 啊 所以为众生做 尽心尽力 功德就圆满 啊 那么有很多好事啊 也不一定在我们的手上完成 啊 可能啊 在我们手上是开头 啊 以后的人啊 去完成 啊 我们做个抛砖引力的工作 啊 这样啊 我们就 得自在了 啊 所以做好事 啊 弘法立身 啊 做这些利益众生的事情 还是不能放在心上 啊 要提得起 要放得下 啊 有因年 啊 我们时时刻刻啊 为众生来做奉献 啊 尽心尽力 功德就圆满 啊 不一定说哎呀 一定要在我的手上完成 啊 我一定要做到怎么样怎么样啊 啊 这就攀岩了 就碰不下了 啊 如果我们万一寿命到了 你要怎么样 也都 落空了 所以我现在啊 啊 有很多同修啊 提供弥陀孙的用地啊 啊 办这个传统文化啊 啊 办讲经教学啊 啊 总的这个事业很多可以做 啊 我们现在一口气在啊 有因年 我们就尽心尽力啊 来帮助大家 啊 能帮助多少 啊 完全随缘 不攀岩 啊 最重要啊 我们练佛求生净土 啊 这个是第一优先的 啊 第一优先的 啊 如果现在阿弥陀佛来了 啊 那我先选择去西方啊 啊 啊 这个先 就浪个别人做啦 啊 去西方再来啊 啊 那就比较 复合啊 佛的教导 啊 这个 无常啊 我们要常常提起啊 印竹啊 写一个死字啊 贴在额头上 那么印竹讲啊 这个是好的很啊 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常常 提醒啊 也是很容易忘记 这个要啊 深度去提起 观照 那么才会有感受 有感觉 啊 你看那个兵役馆一天到晚在烧死人的 这个 他有没有无常观啊 我看 麻痹啦 啊 他看久了习惯啦 看麻痹啦 那一点感觉也没有 还是放不下 那就不行 所以关键啊 在于 我们这个念头啊 要 觉悟 要觉悟 要警觉心 啊 断爱欲 那 念无常 断爱欲 如果无常观能够观起来啊 那么爱欲自然能断 那么这个两句 他是有关联的 比如说念无常 你能念无常就能断爱欲 那么你能断爱欲就能念无常 相关的 那么这个四句啊 就是我们在经上常看到的 在无量寿经讲的 发菩提心 这个发菩提心是什么意思呢 菩提是印度话 翻成中文是觉悟智慧的意思 我们简单讲啊 就是你这个心啊 觉悟啦 那怎么叫觉悟呢 这里讲的 当知足念无常断爱欲 那你就觉悟了 如果不知足 也不知道无常 爱欲断不掉 那还没觉悟 还在迷惑颠倒 对这个世间的一切还是放不下 那就没有觉悟 在弥陀经叫信愿 无量寿经叫花菩提心 花菩提心就是信愿的心 信愿的心就是花菩提心 信 信苏婆的确很苦 信苏婆世界呢 是无常的 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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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丽放下收婆世界 愿丽往生极乐世界 愿丽往生极乐世界 信念呢 就是菩提心 你真信 你真信切愿 这样念佛 那么 一定往生西方 愿丽祖师在弥陀要解给我们讲 能不能往生 关键在信愿之有 有无 但是在偶遇大师那个时代 讲信念之有无 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了 现在的人 讲信念之有无 我有啊 我都信了 我也愿意往生啊 不往生华来学佛 还来打活七吗 那这个没有把这个信念啊搞清楚啊 所以过去我常常跟同修分享 我说信念啊 你现在身体还很健康啊 讲不算 等你生病的时候啊 你真放得下吗 你生病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到阿弥陀佛啊 想去西方啊 还是呢 哎哟不行哦 赶快看医生啊 希望多佛几年啊 佛最好现在不要来啊 我现在还不想走 那这个就是没有花怨 这个一般人他也不懂 但是真正要往生西方的人都不能不懂 不懂你浮里浮土的 念佛念到最后还是不能往生 还在怪佛菩萨呢 都不灵呢 那这个就有罪过了 要怪我们自己啊 没有把这个精益搞清楚 搞明白 那么古时候那个时代的祖师大德啊 我们看他的注解 就是到了当时他那个社会形态 意识形态 以及学佛的情况 从注解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在哪一个时代的注解 当然就是针对那一个时候的人 那一个时候的同书来讲 所以我们看到古著拿到今天啊 这个原理原则是不变 但是呢在解释上啊 要针对现前这个时代 所以这个讲经说法也不容易 要棄里棄机 要观察听众 他有没有真听懂 讲个信念啊 听的人好像懂啦 实际上啊 他没懂 没懂啊 就要补充注解 补充解释 一定要讲到他听明白 听清楚 这样对大家才有帮助 所以信念啊 就是发菩提心 那么我们现在呢 这个信念 若有若无 实在讲是没有啦 根本就不想去西方 根本就不想去西方 那么心里所念的 说我在念佛 佛有在念 但是你夹杂很多世俗的那种妄念 对这个世间世啊 你还是看不破 还是放不下 还是很多不平 心很不平 那么这样啊念佛啊 跟这个无量寿经经体讲就有违背 无量寿经讲啊 清静平等觉 就是我们念佛的心态 用清静心来念 平等心来念 觉悟的心来念 那么 那么用这样的心来念 你就会得定 你就能开智慧 如果我们心不清静 不平等 也没有觉悟 也没有觉悟 这样念佛 会得到福报 会得人天福报 但是 得不到念佛三昧 得不到定 为什么呢 心还有烦恼 还有不平 还有是非人我 这些放不下 这样念佛啊 能得一点福报 但是讲人天福报啊 是要修五戒十善的 不想往生 但是是一个好人 心啊没有贪嗔痴 这样念佛可以得人天福报 如果有贪嗔痴 夹杂这个烦恼啊 念佛啊 还是要到三二道 秤惠心 做第一 你心不平啊 生气 这种秤惠心啊 跟第一道相应 虽然念佛呢 将来念念念 还是到第一去 如果贪心起来呢 念佛到鬼道去 医师心念佛到促生道去 好胜心念佛到阿修罗道去 实在讲啊 人天善道啊 都不可靠啊 人天善道要修五戒十善 这样念佛 想得人天福报 不过度三二道啊 念佛的人度三二道 比没有念佛的人度三二道 那要好啊 那比如说念佛的人度地域呢 那么度在地域呢 那比较好一点的 那地域啊 又又 比较苦 比较别那么苦的 那鬼道也是一样啊 鬼道也有福报的鬼啊 那个饿鬼是最苦的啊 没得吃 但是呢 有福德鬼 那么他福报很大 都在鬼道啊 在鬼道当中 在鬼道当中享福 像我们在经上看到的 有才鬼 甚至有的当鬼王 当鬼道的领导 当鬼王 大鬼王 小鬼王 炎罗王 就是有大福报 那么有财鬼啦 就有财富 少财鬼呢 就是财富比较少 无财鬼呢 就是没有财富 那个饿鬼是最可怜的 连吃都没得吃 所以念佛 如果有贪心啊 这样 都在鬼道啊 但多鬼道比一般的鬼啊 没有念佛的鬼 当然要好 如果依吃心 什么叫依吃呢 是非善恶啊 他不能昏变 他头脑不清楚 善看作恶 看作善 他是非颠倒 他没有能力昏变 颠倒 那么颠倒啊 念佛都到畜生道 到畜生道呢 也想福报 那畜生道啊 我们看到啊 很多猫啊 狗啊 那福报很大 有的人啊 甚至他的 生活啊 享受啊 人还不如他 人还不如畜生 他福报大 那么这些我们都要知道 那么你看啊 拿摩阿弥陀念恒相训 这一句啊 我们看起来 还是没几个字很简单 但是呢 有很深广的道理在 一个人能够知足 能练无常 能断爱欲 他的心就清净了 这个心清净啊 这样念佛啊 念念恒相训 相训就是不间断 然后摩阿弥陀佛念恒相训就不间断 所以这个念佛啊 我们每一天啊 这个念佛 这个念这个字啊 你看啊 这个字上面一个金 下面一个心 金心 金就是现在 你现在这个心 有佛 那么这个心怎么叫有佛呢 除了阿弥陀佛这一念 其他的念头都没有 这个 叫念佛 如果念佛 不能相训 这个念恒相训啊 就是一念接一念啊 他就是不间断 但是我们念佛工夫没有成就之前 常常间断 念念念念我们打佛期 念念念念 在念佛堂啊 念念相训啊 不错 等一下走出佛堂啊 看到一件不如意的事情 发一顿脾气 那个念佛啊 就间断了 念称慧 念贪心 念医痴心 念傲慢心 念这个怀疑心啊 念邪见的心啊 六大烦恼都起来了 我们如果没有冷静的去观察呢 不知道自己那个心念啊 非常复杂的 但是归纳起来就是不出这个六大烦恼 所以过去有个同修说 他一个奶奶念佛五十年 九十几岁得老人痴呆症 好 问我这个问题 吃素五十年 念佛五十年 结果九十几岁得老人痴呆症 他就很纳闷 为什么这样 他吃素吃了五十年 佛念了五十年 结果是老人痴呆 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经教啊 的确无法去解释这个问题 我们常常听经 对经教有一点概念 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 就刚才讲啊 老人痴呆 痴就是医痴嘛 医痴 痴呆就是 医痴的心感应的 就是是非善恼 身旺邪症 他把他颠倒了 他的认识 他知道的错了 我们现在讲的认知错了 把那个错的当作是对的 这个麻烦啦 那医痴很麻烦 都触生道气了 那么为什么我医痴呢 不学圣贤之教 那么学了佛啊 不听老师善知识的指导 那很容易啊 学到最后啊 就医痴啦 没有智慧 所以我们在同修当中 也看到这种情况啊 啊 我们也看到 看到这样的例子 那么 这个 有一般不明理的人啊 他就质疑啊 那个念佛 佛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他对念佛啊 就 那个信心啊 他就 降温了 他信心就降温了 那是不是 佛不灵呢 啊 问题是 我们没有真正啊 知道念佛 啊 什么叫念佛 问题啊 出在这个地方 啊 如果我们知道啊 念念念阿弥陀佛 啊 不夹杂这些贪嗔痴慢的烦恼 那怎么 被老人痴呆呢 啊 当然不可能啊 啊 一定啊 是像经上讲的 啊 得到一心不万 所以 这一首祭啊 虽然很短 但是我们真正能这样修 啊 这个 就成就了 啊 那么最近我们老和尚啊 我刚才问了这个 来佛二圣永诗集啊 啊 听说送了一箱来啊 销路很好 都被请光啦 啊 这是好事啊 前天啊 我也请台北啊 寄两箱到日本去捷远 那么 海贤 老和尚 他二十岁出家 他师父啊 什么也没教他 啊 他一个字也不认识 啊 他的师父就教他念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啊 教他一直念下去 啊 他就老老实实的念 啊 啊 念了九十二年 那么 他也不会做经参佛事 啊 啊 不认识字嘛 啊 也不会做早晚课啊 啊 当然也不会念什么经 啊 也不会念什么做 啊 就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那除了念佛之外呢 他就是 种菜 种田 啊 种这个五谷杂粮 啊 啊 开荒 墾地 啊 每一天工作 那四庙呢 很小 啊 不起眼 啊 住四个人 天天啊 啊 种菜 墾方 啊 种地 啊 啊 种粮食 啊 除了自己 小庙啊 自己 吃的 啊 多余的就是 跟 附近的这些乡村啊 啊 这些人 结缘 啊 布施供养 给这些人 啊 九十二年啊 就是做这些工作 啊 就是指揮念尼基南无阿弥陀佛 啊 他也没有什么头衔 什么都没有啊 那么佛到一百十二岁啊 往生前三天还能爬树 啊 这个光碟啊 我们牢上 勸大家说 一天看三遍啊 看一年啊 大概你对念佛 信心就坚定了 啊 念佛求生净土的信心就坚定 那么现在听说这个光碟 重新在整理 整理啊 流通出来啊 啊 我们大家呢 多花一点时间来看 啊 然后上次一天看三遍 啊 现在有很多人啊 一天看三遍啊 还有人一天看五遍的啊 那看五遍的呢 是 比较破戒啊 想赶快去西方的啊 所以加强啊 那么这个世间无常啊 我们总是要知道啊 我们总要放下的 啊 不放下也得放下了 啊 唯有念这句佛号啊 念念恒相续 这句我们可以带走的 这句佛号啊 可以带我们到西方净土去 那到西方净土就不是无常了 那是恒常啊 永恒啊 长春不变的 永恒 啊 这句是真的 啊 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假的啊 包括我们自己这个身体也是假的 啊 通通要放下 啊 那么这个叫断爱意啊 啊 那么能够知足念无常断爱意啊 啊 这句佛号啊 一直念下去啊 啊 没有一个不会往生 个个都能往生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 赐儿之曰 勤者不病 不勤则病 勿未树叶 其报圣尽 慈护弥陀 瘦瘦 瘦瘦 清谨 可以永连 患乃 却病 啊 这个 对耳之的开示啊 勤则不病 不勤则病 啊 那么这个讲病 这一方面 那么这个病啊 有心病 有生病 我们现代人啊 可以说 身心都病了 那么身体的病啊 还是由心生的 病由业生 业由心生 总出不了啊 自己的业力 业障 出不了自己的心 啊 所以身体的病啊 还是跟 心有关系 啊 那么心病 身体 也就跟着病了 所以这个病啊 是身心两方面的 那么勤则不病 不勤则病 啊 这个勤这个字啊 就是勤奋 勤奋的人 他就不会生病 不勤奋的人啊 他就生病 啊 这个我们在 现实生活当中 都可以观察得到 啊 一个很懒惰的人啊 懒得动的人啊 啊 好吃懒做 那这样的人啊 身体肯定不好 啊 他都不愿意动啊 啊 你现在 海贤老儿上啊 天天 这样 去种田 种菜 只有念 尼金阿摩阿弥陀佛 你看他身体那么好 啊 佛到112岁 那个 还能爬树 好 我们不要说120岁啊 我现在像我现在60几岁啊 这个爬树是还可以啦 但是有一些人啊 跟我一样年纪的那身体不如我的 还是不少 啊 这个人还是要动啊 佛动佛动啊 要佛就要动 啊 那么这个情啊 是对于这个 我们生活当中 啊 对于工作 啊 的情分 那么在 事业上的情分 啊 在 道业上的情分 修行 啊 一个勤劳的人啊 他不容易生病 啊 懒惰 好吃懒做的 那很容易生病 啊 吃又吃得很多 又不愿意动 也不愿意做事 啊 这个人呢 就病了 啊 特别现在这个 啊 听说 有啃老族的啊 啃老族的就是 每天躲在房间看电脑 然后吃他老爹 啊 吃他老爹的啊 啃老族 不愿意动 那这样啊 身体肯定不好 那么这个 他对这个 不好的方面呢 倒很勤奋 啊 对好的方面呢 不勤奋 所以就一定要生病 啊 所以就一定要生病 下面讲物为树叶啊 其爆圣禁 物为就是说你不要一直讲 哎呀 过去生啊 这个业障 过去生当然有啦 过去生当然有啦 但是呢 我们在 反省我们这一生 所作所为啊 其实啊 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啊 现世爆了很多啦 啊 现前啊 不要说这一生 几十年前造的业 就是最近啊 几个月啊 几天前造的业啊 都都都会有 火爆了 啊 那么一般讲啊 人一生 四十岁以前啊 那么跟 过去生有关 啊 我们的遭遇啊 跟过去生有关 那四十岁以后啊 那么跟我们这个 四十年啊 怎么修的就有关系啦 不能完全推到说前生啊 这一生也要负责任啊 这一生我们四十年 到底修了些什么 影响到四十岁以后的 生活环境啊 包括这个身体 所以其爆甚进啊 这个爆啊很近 我们现前啊 如果能够像了凡视讯啊 颜了凡先生这样去反省 检点自己的过失 就会发现啊 哎呀 不要完全推到前身啊 我们这一生啊 做的就是很多 不好的 不好的想法 不好的习惯 眼前的 眼前的 很最近的 你去反省一下啊 你就会得到答案了 好 那么像现在我四高啊 我反省的结果啊 吃出来的 啊 这个吃出来啊 就是给人家请客啊 好 那么这个 英年啊 也是 跟自己 月障有关 好 自己的业力 你看啊 97年之前啊 17年前啊 我是很瘦的 我怎么吃都不会胖了 啊 所以过去韩馆长给我讲啊 他说你有吃的本钱 我是吃的最多的 但是怎么吃都不胖 最胖是55公斤 啊 我176公分啊 55公斤 那少的时候是50公斤 啊 那么 瘦瘦长长的 就像竹竿一样 啊 没有肚子的 啊 没有啤酒肚 没有 那么是什么时候开始胖呢 1997年啊 韩馆长三月往生 那五月呢 我们去美国达纳斯达佛基回来啊 那么牢上就 叫我跟他回家乡啊 他就离开家乡50年了 没有回去过 就回去 那时候跟悟红 悟红斯也一起去 那一次回到家乡啊 沿路给那个请客啊 那个大陆那个鱼啊 就像水一样 鱼就是汤 烫就是鱼 那一趟啊 吃下来啊 回来发现我怎么肚子 啤酒肚出现了啊 胖起来了 所以现在呢 已经 体重增加到70公斤了 所以有同修说 这样刚好配合你的身高 但是呢 配合身高是刚好 但是四高也跟着来了 啊 四高啊 而且这个味精啊 因为在外面吃啊 吃味精 那我们 我能活到现在 没死就算不错了 啊 三十年前啊 我刚出家那一年 跟果青律师啊 去 简陋文基士 日常法师啊 去看李扁南老基士 一到台中啊 李老师就不能吃味精啊 以前小时候我父母也很反对吃味精 发血的东西 吃的对身体不好 所以李老师讲啊 说一个人啊 如果常常在外面馆子吃饭 身体一定不好 那我想一想我出去外面大家都要请客啊 请客呢 那个餐馆啊 没有味精他都不会做 啊 有一次去大陆啊 庄严他一直在交代 交代那个餐厅的厨房啊 不要加味精 不要加味精 那煮出来我们吃了还是有味精啊 他说我叫你不要加味精 他说没有啊 我没有加味精啊 但我只有加味素啊 他说加味素 味素他不是一样嘛 那现在呢 没有味精了 高鲜酱油 哇那味精更重 那到日本去也是一样 那么日本啊 吃的那个 那种什么昆布味精啊 那个也是吃的肾脏都不好 那又不动啊 吃咸的又不动 又不让他流汗 夏天啊要流汗 现在是夏天啊不能开冷气的 是要让他流汗了 那流汗呢 你那个咸粉才排出来 才不用去洗肾 现在洗肾 为什么生意这么好 大家知道吗 就是冷气嘛 这个自然界呢 一年四季夏天就是要你排汗的啊 这个三个月要你排的 你拼拼不排把他冻结起来 那你肾脏当然会坏掉 以前我小时候哪有什么什么在洗肾的 你肾脏都不够了 还有在洗肾 那个夏天啊工作汗流的缺盐啊 还要到医院去打那个盐水针呢 怎么会洗肾不会的啦 现在人吃的又闲 又不动 又不流汗 又不爬楼梯要坐电梯 出门坐车 不骑脚踏车 不走路 在房子里面怕热要吹冷气 所以现在洗肾生意那么好 这是果报啊 原因就是吹冷气 不想动 你看啊 勤则不病 不勤则病 你勤劳的去爬山爬楼梯 你什么药都不用吃 现在人啊 一天到晚去找医生啊 这很冤枉 但是现在人都依赖医生啊 所以医院啊越开越多 越开越大监 医院啊现在都人满为患 很可怜 所以来学佛啊 那么这个 什么病都能治啊 这一点不假 所以不要一直怪我们树叶啦 顾过去身怎么样 你这身做的怎么样啊 你先检讨这一身的 过去身都忘记了 先检讨这一身 这一身你发现了 你再推到前身 那你就可以连接起来了 那我们过去身带来的习气 接到这一身 从这一身啊 观察我们的毛病习气 那么你就可以推到前身 所以祈报圣禁 慈父弥陀 塑塑清谨 谨就是 贱的意思啊 古代啊 诸侯啊 秋天 禁见天子的礼 那么这个是彼翼啊 我们去见佛 见佛 那么也就塑塑就是 平缓的啊 亲自来 见 弥陀 那么怎么见呢 念佛就是见佛 啊 念佛就是佛光铸造的时候 啊 我们不念佛把佛忘记了 那佛光还是在照 我们接受不到 那么我们提起这句佛号 佛光就接上了 我们就接受到佛光啊 来给我们铸造 所以塑塑啊 就是说 很平缓啊 不要间断 那么我们如果 常见弥陀 可以永远啊 就是 永远就是长寿 啊 我们 寿命会延长 况乃 却病 何况说这个 治病呢 就是避免这个 病疾病 避免病痛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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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佛 的确 他能够治病 啊 因为 阿弥陀佛 无上以往 啊 当然能治病 啊 不但我们身体这个病 能治啊 就是我们这个 生死大病 都能治啊 那何况身体这个病 那么现在呢 问题出在于啊 我们 对佛 信心不够 信 信心不够 啊 如果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啊 无病不治 啊 生死大病都能治啊 那身体这些病 跟这个生死的大病 那比起来那是小病啊 你这个身体再严重的病也是小病 关键啊 在个人这个信心问题 啊 弥陀经讲信愿行嘛 法言经讲信为道言功德母 那怎么治好的呢 信心治好的 对佛有信心 那佛就帮得上忙啊 你对菩萨有信心 菩萨就帮得上忙 啊 那么看你对什么有信心啊 那么有的人他对神有信心 啊 你看这个这个 古代的几本啊 上次去台中看江老师啊 江老师他们住的对面就是宝生大帝 啊 那个那个 大道公啊 啊 大道公是 是医生 啊 那么从 好像是宋朝时代的 啊 从福建啊 啊 那个地方 传到台湾了 大道公啊 啊 啊 的医生 那么宜蘭以前有一个欠善的李老先生啊 啊 啊 他们欠善也常常提起 啊 啊 那个老先生不想现在还在不在啊 以前啊 我年轻的时候大概十五六岁啊 啊 那个时候我们 跟我母母母亲到万华做生意啊 啊 我们搬到那边去租房子 那么我们住在那个 樊河南街啊 啊 租那个矮房子 那晚上啊 我都出来逛街 啊 那那条长 广州街啊 啊 就是龙山国小那条到到龙山市啊 那条街很热闹的 那都路边啊 都有人摆的卖药的 啊 卖膏药的这些 那有一个李老先生呢 他就欠善啊 铺个布是道士啊 你在里道士 啊 好像最近这些年啊 我在华市上有看过 他在电视有讲 那以前啊 他都讲欠善的 那么我年轻的时候就也是很好奇 哎 看他摆个香炉 然后在那欠善 啊 啊 拿那个什么麦寮啊 借尸凡魂那个报纸 哦 来欠善啊 人流这个 六道轮回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啊 听了很有兴趣 啊 然后他就说他自己啊 他为什么出来欠善呢 为什么出来 做这个事情呢 啊 他说四十几岁的时候啊 他在宜蘭 病的快死了 啊 吃什么药看什么医生都没有用 啊 他就 病的都不能动了 他就叫他们家人啊 把他抬到他们宜蘭那个宜蘭那个庙很多 啊 他讲哪一间庙忘记了 啊 他抬到一个庙 他说到那个庙啊 去给那个神啊 喜悦 啊 他说呢 如果 我这个命该绝啊 那么 请神明赶快责备 让我赶快死 他求速死 赶快死 如果他他该受这个月报啊 该短命 那求神给他 执备啊 让他早一点死 啊 他说如果他这个病 能好 身体能恢复健康 啊 他就发愿啊 欠人啊 断恶修善 欠善 啊 那所以奇怪呢 他说去神庙洗了这个宴了 回家那不吃药病就好了 那好了呢 他说那这个要还宴了 啊 就要去欠善了 那么以前欠善啊 你也不能随便讲啊 以前那个 戒严时期啊 啊 那你要讲什么 要申请的啊 后来他去参加万国道德会 啊 那么做讲师 啊 所以他可以在路边呢 讲啊 这个欠善 那么这个就是 他是道士啊 啊 那么他们对神有信心 那便好了 啊 啊 所以 你对什么有信心啊 啊 那个对象啊 那个境界 就能帮助你 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 啊 啊 信基督教的 啊 那他对 天主有信心 啊 那天主就能帮得上忙 啊 啊 那么我们念佛人啊 啊 那么我们念佛人啊 对佛有信心 佛就帮得上忙 啊 啊 对佛没有信心呢 那佛呢 帮不上忙 啊 啊 问题啊 在我们自己信心的问题 那么你看东北刘树云居市啊 啊 那个得到鸿斑狼昌 那么到北京那个协和医院啊 治的都不像人,又给他下错药打错针 那医生给他讲你随时会死的 他就不治了,就回家听经念佛 牢上无量寿经光碟一天听十个小时 一片一个小时的,重复听十遍 所以奇怪,他也没有吃什么药,病就好了 再去检查,痕迹都找不到 因为这些都有病例在,的确是这样 这个是治病 治病 我们练佛 百分之百的信心的确不用看医生 如果信心还不够,可能还要看医生 修行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医药还是需要 所以我们在大陆有些道场,他们修得很好 要求这些在家出家的同修,在道场生病不准看医生 不准看医生 那么我听到这个事情,我就说 如果他信心十足,的确不用看 如果信心还没有到,还是要看 或者修行功夫还不到位,就需要 因为这个出家众 佛在世事供养里面,其中有一条就是医药 这个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主要是说,你修行功夫还没有达到那个层次 你这个身体的病痛,有时候还是需要 世间的这些医药来做一个补助 当然是治心为主 治这个身为辅助 那么今天有一个姬氏啊,这个张志超 张志超姬氏啊,拿来一本《静坐法集药》 问我这本书啊,能不能流通 那么这本书,他前面的部分是颜了凡姬氏著的 那么民国啊,蒋维桥姬氏啊 他把这个静坐的这些心得要领啊,写在后面 这本书啊,我很早就买过啦,在家的时候就买过 他这个是重新排版打字 那么以前的书名啊,他原来是木科版的 他的书名叫《静坐须知》,现在这个书名是《静坐法集药》 书的名称改了,但是内容是一样 重新排版打字 以前我在佛教书籍买的,在家的时候买的,三十几年前买的 叫《静坐须知》 这本书可以流通,这本书是没有问题 虽然不是专门提倡念卓,也有提到念卓 还有打坐静坐 那么这个婴氏指静坐法 他是把这个高血压这些病啊 没有吃药,静坐治好 静坐的确对调理身体有帮助 但静坐啊,这个知识要正确 还有你坐的坐垫,那个协度要正确 知识正确 静坐呢,对我们调理身心有很大帮助 特别现在那个美国啊 有一些道场啊,他们没有做什么法会 他们就是办静坐 那么有一些西洋人啊,他们也很喜欢去参加这个静坐 去那个地方啊,就是静坐两个小时 对他身心的调整啊,有很大的帮助 平常啊,忙忙碌碌的啊,这个心啊静不下来 那么一个礼拜啊,如果有一天两个小时啊 让这个心沉静下来 的确是有需要的 所以这个书啊,可以多看看参考 那么对我们念佛啊,也有帮助 对念佛也有帮助 我们念佛啊,行住坐卧都可以念 那么做的时候啊,这些注意的事项 包括这个调饮食各方面的 这些是有需要啊,了解 对我们念佛功夫的提升啊,也有帮助 所以这个书是可以流通的啊 那么总是身安则道容 我们这个凡夫啊,身体如果不健康啊 总是对修行啊,会有妨碍 除了我们功夫啊,一定相当到一个程度 不受影响 功夫还没成就之前啊,还是会有影响 所以调理身心,调理饮食,调整生活习惯 这些啊,都是我们念佛修行的补助 这个书可以看看 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记 四成大心曰 老不撇脱,使定多大 而你再玩可以一跃 极乐飞摇,物质隔绝 那么这一段啊,是对陈大心居士的开示 对陈大心居士开示啊 老不撇脱,使定多大 这个撇脱就是丢开抛弃 我们一般常讲的放下了 那么这个,杰明妙行菩萨呢 在当时啊,可能这个当时这个术语啊 讲这样大家比较听得明白,撇脱 撇开啦,脱就是脱掉 抛弃放下的意思 那么这个人老啊,就是人老还放不下 死定多大 死定多大 那要死的时候啊,一定啊 喝很多千长挂肚的事情啊 这个放不下,不干脆 会绕一些冤枉路 我们一般讲啊,脱泥带水 脱泥带水,控不下 那我们看看啊,一定要回头 关照我们自己啊,我们是不是放下了 这个老啊,在礼记讲是七十岁叫老 那现在呢,我早上听我弟弟讲啊 现在六十五岁啊,就是老人了 坐公车可以优待 我要再等两年 因为他算逐岁的,我要再等两年 那么现在呢,六十五岁就老了 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前面那个念无常啊 哎呀,现在呢,三十十岁往生的也不少啊 我前上个礼拜去龙潭 这个刘林长夫妇,陈国顺基士夫妇,请我去龙潭喝咖啡 陈国顺基士是在龙潭相公所管理那个灵谷塔的 他说现在啊,生意很好啊 我说哇,怎么生意好 很多人死啊 我说都几岁的啊 都年轻的很多啊,二十几,三十几,四十几的很多啊 我说啊,这么多啊,那么年轻就死啊 无常啊 所以一个觉悟的人啊 不要等到老他就真放下了 那么不觉悟的人呢 老了他还是放不下 啊,放不下 啊,那么我常常啊 想到啊,那个龚北殿啊,周老董 九十八岁了要放不下 啊,到最后还是要放下 啊,以前他也很 有心啊,找我去啊 啊,但是呢 我看看他放不下啊,我也不敢勉强啊 啊,如果他真的放下呢,我想 帮一点忙啊 啊,放不下,不能勉强 啊,所以这个 我们看到现实啊,这个 生活当中啊,周围的这些人事物 的确是这里讲的 这种情况 而你在玩啊,可以一跃啊 实在讲,而你都是在啊 过去这个香港 寿爷牢上的光明讲堂啊 一户对联 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奄奄相报 而你是债,有讨债,有凡债,无债不来 那看到这一户对联啊,就要觉悟了 而你都是债,来讨债的,有凡债的 那这个债啦,讨完啦 那就结账结清啦 你心啊,就可以放下啦 可以一跃 是这个意思 极乐飞摇啊,物质隔绝 极乐世界呢 离我们不遥远 自己不要啦,把它阻隔啦 自己啊,去把它阻隔起来 中风国师在三十七年讲啊 十万亿尘不隔尘啊 十万亿佛国度呢 不隔微尘啊,就在眼前 就在现前 不是很遥远的啊 所以极乐飞摇 极乐不是很遥远 就在当前 我们不要自己啊,把它隔绝啦 隔绝是什么 对这个世间放不下就隔绝啦 你放下呢,极乐就现前啦 所以我们千连万里还是这句话 天天提起这句话 是有需要的 不断天天提起 时时刻刻提起 为什么时时刻刻提起 因为没放下 没放下就要提起 放下呢,就不用再提啦 一句佛号念到底 就成就啦 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 那么下面呢 是沈云辉机事的开示 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 再继续来学习 好,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此地 祝大家福慧增长,滑雪充满 我们明天晚上见 阿弥陀佛 明天晚上见